高兴吧 哈娃哈娃 輸了二和輸了三 即生輸了到 於是兄弟三個 今晚拿出自己的鋪馬 把錢倒出來 高高順順地來到蛋糕店 老闆說請給我們一個最好吃的蛋糕 老闆說可惜是錢 那一塊最小的蛋糕都沒分了嗎 娘們你們買一張蛋嗎 那也很好吃了 於是兄弟三個 之後拿著那張大骨 推頭上去的回到加州 唉 輸了二和輸了三 都太熱口氣 比如說 或許我們 能把這張大骨 變成一個大公呢 輸了大 安慰兩個弟 真的嗎 兩個弟弟 對你的小眼睛 當然啦 輸了大 輸著 拿出 是捨不得的 拿他 然後 叫出一大小 大一口 發出一股 又香又甜甜奶油味 輸了二爺 跑回臥室 拿來一 帶櫻桃 輕輕的入在大小 不好意思的說 嘿嘿嘿 我只養我一點點 沒關係 那不會介意的 輸了大 肯定的說 這是 蘇我三 跑多外邊 才來了 一大 五彩變化的野花 細心的撒在大骨上 坐下子 一張大骨 就 變成了一個 又香 不美的蛋糕 輸了媽媽回來了 三雙弟 大色蛋糕 來到媽媽面前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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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明白啦 他感動的說 好吃真好吃 就是一個最好吃的蛋糕了 熟嘛 把孩子們了在 三隻小鼠 也快先笑了 各位三隻小鼠 下去下去 好孩子 所謂而善 笑先 別的子養 而親不在了 謝謝 愛的肯定 Oh yes 好謝謝 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老師以及各位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題目是 體念清新的真身 真是周朝春秋時代的陸國人 他是孔子的學生 真身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 這種美德 在當時學生之中 是非常有名的 有一次 有一次 真身在田裡工作 可是他一不小心 把一個瓜的根給挖斷了 正好他的父親看見了 就大怒道 太不小心了 怎麼把一個瓜的根給挖斷了 這麼一來 這個瓜 這個瓜就沒法再生長了 爹 我一時不小心挖斷了 請您原諒 真是說 可是他的父親 是一個性情極重的人 眼看著尖了果實的瓜被挖斷了 心裡越想越生氣 於是一氣之下 就舉起了一根棒子 拼命地打著真身 口中還罵著 打死你!打死你! 看你還會不會小心一點! 父親的棒子一次次地落下 緊直疼得真身無法忍受 而幾乎要暈了過去 可是當他快要倒在地上時 他見父親的氣 稍稍平息了些 就想著 如果我不支撐一下 就倒在地上 父親見我倒下 以為我被倒傷了 一定會心中癌傷的 所以我還是再支持一下子 以免父親掛心 於是 真身不再沒有表現出一點點疼痛 難受的樣子 還在請邊下坐下來 悠閒地談著情 面上還流露出愉快的樣子 父親看到這情景 心中淡然了不少 就想 還好!方才我沒太用力 否則要是真的打傷了 我可主要難過 我可主要難過傷心了 父親畢竟是疼愛兒女的 唱一道 唱一道 打在耳聲 疼在良心 就是這個道理啊 真主的父親 一天天的老了 真主主要服侍父親吃飯 每頓飯 真主都會弄些 酒以及肉來給父親使用 而當父親吃完了之後 他並沒有立即去吃飯 他總是問著 爹,睡覺的主菜要怎麼處理呢? 真身之所以要如此做 是為了知道父親是否還想再吃點酒肉 如果父親說他還要吃 那麼畢竟已經吃完了 真身也會再去準備一點酒肉 來讓父親吃喝得十分滿意 才肯停止 真身的父親死去後 真家裡十分貧苦 有一次 家中來了一位客人 真身的母親 看客人到了 心中十分著急的想著 這可如何是好呀 家中已經沒錢 要如何去準備一點主菜 來招待客人呢? 我們附 sprout 健康主菜 有客人的細心 可以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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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做嗎? 爱的鼓励 大会主席 各位评审及亲爱的来宾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说要讲的小道故事 题目为李家兄弟 早安会有一户比重人家 住着李家兄弟和他们的母亲 李文之老大 老二叫李玄 他们的父亲早是 一家三个的生计 全看母亲亲人 逢一只想 辛苦地赚钱来维持生活 两兄弟渐渐地长大成人 而母亲也一天一天都老了 眼看着母亲被脱了 脚步也慢下了 越想越难过 毕竟要是否母亲的日子不断了呀 为了要让母亲树树安想过完她的晚年 他们俩一起老婆商量好 轮流到他们的田里耕田 去赚钱供养了母亲 而另一人就留下了照顾母亲的旨期饮食 这天你们一大仙者就出门工作去了 李玄造成在家 同时说了件有趣的事给母亲听 妈告诉你 昨天中午休息时 我们几个人脱着鞋子 长裤 翘翘的田里装写 而最新闻的阿牛 是她老大了一条女胸 也抓给我们看 这一看 我们几个吓得一哄而笑 鞋和鞋子也不要了 扣子也来不及穿的鸽子躺躺 妈 你知道 猪的什么 是一点蛇呀 我们躺了好脸 才听到阿牛的尖叫声 四孝可把她吓好了 母亲笑可可的说 当真有气 不过可怜了阿牛的孩子 一定笑破打了 母子俩出声笑就足够了一天 到了傍晚 李文回来了 她看到母亲气色而生气 那么愉快 原本疲惫的身体轻松了起来 李文便招呼弟弟一起到厨房准备晚饭 不久 晚饭准备好了 兄弟俩 细心的饭饭善良 在剃取骨头 一汤匙一汤匙的为母亲吃饱 然后她们才吃 晚饭后 她们还愈见节目呢 你问着你今天的神出宫 而你去吃饭了个猪八戒 听着肚子走来走去 兄弟俩搞笑去跟着神情 把母亲个个开怀大笑 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 兄弟俩是放母亲重复携带 有时碰到天好地斗时 她们就被将母亲到外晒太阳 还做了转一个母亲笑 被留置学校也不在意 过了几年 母亲就在兄弟俩七仙的交互下 含笑而终 两人恭恭敬敬地安葬了母亲 后来当地的州长知道了兄弟俩感人的小仙 特别利用海房来比较她们 李家兄弟除了敬仰母亲之外 又相处替母亲分幼姐们的小仙 真有感动 然而现在的人大都忙于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却把连玛的双千丢在老家 不然就送进养老院 其实我们应该趁父母还健在 要经常陪着父母 不要冷落他们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实践笑到好吗 谢谢 爱的肯定 哦 yes 谢谢我们的今天的一组赛事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们帮发给参赛证书给各位参赛者 有请我们的布里纯主席 庄西域中心 我颁发这个参赛证书给参赛者 首先有请李延汉同学 陈英威同学 姚树辰汉同学 陈梓杰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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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布里纯主席 庄西域中心 接下来有请我们青年团团长 庄建文 中奖来办法这个参赛证书 有请 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美维同学 张思思维梯杰同学 完成 张思 issued 郑文杰同学 аты 安顿 slippy杰同学 天慧同学 再来有请梁俊宁同学 来我们再请 岳俊鹏同学 我们再请 曾家文同学 我们再请 我们给他一个爱的肯定 好吗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 接下来我们 欢放 赛会赞助人的 吸盘 给我们的赛会赞助人 我们有请本会会长 张建发总长来 斑化 这个 赛会赞助人的吸盘 给我们的赛会赞助人 我们有请本会总部 张地交终结 来领取这个吸盘 赛会赞助人的吸盘 华丽敬 本会副女主主席 东西二义中心 我们再请本会 青年团团长 中间门中奖 还有我们有请本会青年团 副团长 张国新董长 他也是一位赛会赞助人 我们没有这些赛会赞助人的 这项赛会就很难促成 我们给他一个热烈掌声 我们再请本会 妇女主署理主席 张崇花 郑姐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这次活动的联办团体 青年团团长 张建文跟副女主主席 张西玉中心 联合班 我们这个赛会赞助人 这个是最大力的赞助者 我们的会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赛会赞助人 因为有遗漏 遗漏 带着我们再办法 谢谢大家 我们有请 总平 张新发副教授 来给大家一些意见 给大家参赛者一些意见 有请 我们与爱的苦力来 有请新发副教授 谢谢 还有参赛的父母亲 还有市长们 欢迎来 应该是 现在还是早上 早上好 欢迎来我们的庄园公会 OK 经过了十多位的比赛 成赛 我们的总裁判 我们的裁判 由我来总结 这是我们三位裁判的意见 希望给参赛者一些参考 可以看可以 有什么不对的 有什么强点 弱点 你们可以参考 加成以后你们的实力 好不好 不过如何 今天的赛参者的表现 都很好 我们给这些十多位的参赛者 一个爱的掌声 谢谢啊 你想 我们 每次听到人说 马来西亚三大民族呢 华族呢 演讲是最差的 你们都听过 听过 尤其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五十多岁的这一代 很多都不敢上台讲话的 你知道吗 印度人呢 就是哪个卖 那个讲大大堆 做事了就不行 这是我的经验啊 他们讲话 哇 意见一大堆 做事不行的 最后跑来 我们这些华族龙族来做的 马来西亚也会很会演讲 我看到我们的上师啊 高高在上的啊 哇 哪个卖 不用准备 就可以讲一两个小时哦 讲到最后我们要睡觉了 所以我们华族呢 虽然不会讲话 但是我们讲出 主要的主题的内容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今天呢 我们的参赛者呢 就对我们的 下来的那个华族的主人 真的是很大的期望 他们都表现得很好 对不对 我记得我呢 像小都没有办法讲得这样好 对不对 我也是从经验 教书啊 去演讲啊 得到经验 才敢对着大家 才敢看着大家 对不对 好 不要讲太多心话了 等一下大家也是 要等着成绩 对不对 好 大致上的内容呢 都很好 但是这次呢 我们有加上感想 那个有分数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五位代表 没有提出他的感想 可能他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那个赃程啊 比赛赃程 所以他 复列了 所以可能分数就 亏本一点啦 下来呢 第五位代表的感想 表现最好 第五位 恭喜他 啊 啊 现在不是他 是第一名啊 我不是报告第一名 第二名啊 不过这是我们的看法 就是他感想很好 啊 就是证明他这一点做的好 啊 还有两个强点呢 就是有两位代表的内容呢 我们三位评判呢 当他们讲 我们感到很感人 啊 啊 就是从心中 就一种心想 哇 真的 好像如果华柱可以 办到这种孝道的话啊 我们这一代啊 老了啊 不用送去老人业了 哈哈哈 对不对 哈哈哈 好 下来呢 语音呢 语音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呢 可能是受到附近话和广东话的影响 很多语音 我们都会念错 还有心 听声要是跟 智商 我们要念 要念爸爸 啊 我们 对不对 但是我们讲我们错的 啊 对不对 不过 没办法 在马来西亚啊 在马来西亚啊 我们这一代呢 还是不行 对不对 还有那个 翘舌音呢 啊 还是有一些不行 不过 大致上的很好 啊 也不能怪啊 尤其我们这一代啊 老师老师 老师老师啊 我还记得我去一个相当无路的巴汉的 他们 可能不是什么人 他们叫老德啊 对我啊 哈哈哈哈 我现在都没打 老师 哈哈哈哈 真的 真是故事来的 还有 那个子啊 儿子的子呢 啊 他没有翘舌的 没有翘舌的 孔子 孔子 就错了 啊 OK 所以 知识诗呢 很多人念错 对不对 知识诗 啊我们姓装了要翘舌的 装错了 装 翘舌了 啊哈 我们自己姓装了 我念错 不好意思啊 啊 所以的索啊 也要翘舌 还有 嗯刚才也是mz 所以大致上的很好 所以呢 我们的评判呢 都是一直认为 我们这一代呢 亲生呢 尤其你们表现 的那个变调的 哇 很好 比我们 这年老的一代还好 啊 声调方面呢 我话 我发觉到声调是由我打的啊 大致上 高低的配合很好 停顿 啊我要 讲停顿一下 演讲的停顿很重要 我发觉到有一两个 就一直捏 一直捏 快快 他没有停起来 有时候要停一下 啊 好像我 我我和那个 我的 呃 女儿讲 我爱你 要停一下 我爱你你知道吗 他听不到 有一点知道吗 对不对 我们要停顿一下 有些教导那些 那些比较 那斯洛人呢 就是有迟钝的特殊儿童 你要讲的更慢 要听 至少要给他听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听 你看我们的那个 红旗红灯一直在喊 不想停 犯法的 所以讲五话也要停一下 不要一直喊 喊红灯啊 刚才我看到一个 讲的太多了 太快了 还有 大致上呢 我们发觉到 声音都很好 很响亮 不过有两位的话 太信量了 变成朝圣 太大 哎呦 很辛苦 对不对 太大声不好的 太大声开始是很好 大家注意一下 一直大声 最后呢 顶不住 耳朵就要捏住 对不对 所以 太想象不好 还有呢 我们发觉到呢 你们的模仿力 十多位的模仿力很好 哇 那个乌鸦身啊 那个什么身啊 爸爸的身都写得像啊 连那个Michael先生的身影 都写得像啊 哈哈哈哈 对不对啊 啥不在了 你可以尽量写啊 对不对啊 都写得很好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 给他们一个掌声 我们还有讲的 你刚才讲的太快 有一个拖拖拉拉 一直拖拖拉拉 所以分数当声调就弱了 还有呢 表达方面呢 很吸引人 很有水准 尤其有两位的演讲的天才啊 哇 这个人啊 是如果去 在国会演讲的话呢 我还就不会吵架 对不对啊 但是国会演讲呢 最后也是可以吵架的 最好是在 那个 大庭广众里演讲 有的演讲啊 你发觉到 你一直要向前挺他的 那就是承诺了 有的演讲呢 你在讲 后面再讲 你就失败了 所以演讲那个 吸引力很大 刚才我讲了 不过两位的表情太多 我很多 我一直在表情 好像在 演那个 发出钢这样 对不对 变成好像 comedy的 所以这个不行 我们演讲就是要 庄严 我们的庄的演出